她以为她是谁啊 适应不了我的脾气 让她滚蛋吗 不是 你知不知道我有多缺钱啊 你就把我给吵了 谁家没点事啊 有没有点人情味啊 喂 不是你再找一个人 不就完了吗 这还要我教吗 好 我知道了 你赶紧找人啊 大和大姐 对不起 你给我站住 站不住 干活着呢 干活着 我赶紧没 你挂不住啊 你 你给我站住 就是你 你撞了我 你把我钱撞到江里去了 你赔我钱 两百 大姐 你没事吧 是那个人撞到我 我在撞到你 你跟我要钱 我不管谁撞到你 现在是你撞了我 你把我的钱 撞到江里去了 你就得赔钱 你看什么看 你看 还在那江里飘着呢 你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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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钱 我明白了 碰瓷了吧 刚才那个人是你的同伙吧 海野 还装无辜 你一个人拿着假币站在江边 跟那个人合伙骗钱 专找我这种心慈面善 长得斯文有钱的人下手 他撞了我 我再撞你 你把钱那么往江里一撒 他跑了以后 你跑到我面前装可怜 再让我赔真钱 是不是 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根本就不认识那个人 那那么宽的路 他为什么不跑 白白非得撞我呢 我怎么知道啊 这样都能赚钱了 你 气太差了 大姐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把你手里的假钱 全往江里撒 那我爹 赔你多少钱呢 你别在这耍无赖啊 你以为我好欺负是吗 我好欺负吗 我没耐心陪你玩了 你再拿这假钱 在我面前晃下 我拉你去派出所 你最好现在 就拉我去派出所 你当着警察的面看看 这是假钱吗 这是假钱吗 你别让我玩 你真是 你别 你给我别跑 你站着 你回来 你回来 你给我混蛋 我混蛋啊 你别跑 你给我回来 你个傻子 你给我混蛋啊 你赔我钱啊 你给我回来 你给我回来 喂 你好 是你要给我当保姆吗 是我 我是偷了一份简历 一个小时后上班可以吗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带身份证 学历证 带着呢 都 喂 喂 喂 你 你好 我 我是刚才那个 应聘保姆的 你还没给我你们家地址呢 喂 喂 可不可谱 我可不可谱 喂 可以 不得翻篮吗 是 cui 我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进来吧 门没锁 等什么呢 快进来啊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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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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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好 好 我叫江天兰 是您打电话 找保姆吗 以后每天下午四点准时出现 中饭洗衣打造房间 这个屋子里的活你都要干 这些活都没问题 可是我每天下午要去接我女儿 我能早上来吗 我早上一早来 把这些活我都能给你干了 上午我要上班 您这身体您还上班啊 我身残之不残 那每个月的月薪是一万吧 当然是 你能不能拿得到就看你的本事了 在我家里 要约发十周 如如第二个吧 不许迟到 你今天 迟到三分钟 从下次开始算 每迟到一分钟 罚款一百 如第二个 来我这里 不许去打联合电话 那我有重要电话呢 在我家 不要质疑我的话 在这里 你就是空气 我让你干什么 你就干什么 懂了 老板 不要叫我老板 叫我 东家 东家 来 试一遍 东家 声太小 再来一遍 来 叫我 东家 把你的学位证 还有身份证拿来 你熟 熟 坚决性的 三十五岁 没看出来啊 还外语专业呢 现在这个学位证太不值钱了吧 我读书的时候全班第三 跟那些丈人家里有钱混毕业证的不一样 所以 你只能在我这种有钱人家里当保姆 明天开始上班 不是今天啊 当然不是 我今天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 除非你能在十五分钟之内 把这个屋里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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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 全部给我打扫干净 要不然的话只有从明天开始上班 看什么看 听明白了吗 坐轮女装教师 有病呗 大男人服务 变态 变态 冤家陆寨 sú 街坡 BARRI KJ 来 回来 找了钱搁这儿啊 小票你看不看 电话 电话 有没有人啊 电话 喂 是酒店了吗 是啊 是 是啊 你应该听我 什么意思 隐蔽了 董大学姐 你要干什么 上午十一 我感到很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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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感到很感兴趣 我感到很感兴趣 你很感兴趣 你为什么要来 你不游客 你怎么这么感兴趣 好 好 救命 老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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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欸欸欸欸欸欸 Jox girls 欸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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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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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疼死了 你疼的回事吗 你承认死我了 我给你玩了 你承认 你怎么回事 你怎么回事 我都给你开刀 还叫你别傻开刀 疼死我了 我再不给你玩了 你开我钱 你开我钱 两百块钱 我去眼泽已经开车弄人了 怎么是你啊 怎么就不能是我 怎么就是你啊 是我怎么了 你一直在耍我 从我来当保姆的第一天 你就认出我了 然后你就一直耍我对不对 是你先耍我的 我耍你什么了 你给你当保姆免我钱的 我骗你钱 你就是个混蛋 变态 我就是混蛋 我就是变态 我一个月给你当保姆 你让我看我玩怎么了 谁跟你玩啊 有钱了不起啊 把人当保姆很好玩吗 我告诉你 我不干了 不行 你让开 我不让 你给我滚开 你站住啊 回来 好 亲爱的家长 什么呀这是 昨天妈就告诉你了 这是我们学校暑假主持的夏令营 跟去年一样 也是每个人五千块钱 出去玩一趟大约十天左右 要参加考察游学 体验农家乐 结束大自然 来 妈妈 你怎么了 没有 我就 我就觉得这 怎么比去年的夏令营 又多了一千块钱呢 没关系 我也不是特别想去的 我们老师也说了 今年的夏令营 跟去年前年的都一样 不就是去玩吗 但是玩的地方不一样 我不去也行的 我还想 因为这段时间 好好补一步我的英语呢 没问题 去 妈妈知道茉莉想去 每年我们都跟马晓阳她们 一起去夏令营的 为什么今年不去呀 茉莉大胆地去报名 钱妈妈给你准备好了 老师有没有说 什么时候要交费啊 出发前一星期 随时都可以叫 那就更没问题了 到那个时候 妈妈应该早就发工资了 对吗 来 那 去报名 记住了 钱妈妈有 真的 谢谢妈妈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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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子不能到饭吃 面子也不会让茉莉快乐 为了茉莉的夏令营 我再忍一次 忍一会 我还是忍不了啊 哎呦 你们怎么那么没用啊 你怎么就这么笨啊 哎呦 我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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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儿受气了 今儿想对我打击报复是吗 准备得很充分 连工具都带上了 大姐 知道这是什么地儿吗 这是高档住宅区里 有摄像头子 一个 两个 三个 实数啊 我韩向东 要是有了三长两短 你今天肯定得逮我 有话说话 有屁块放 没事滚蛋 你干吗 找这儿来 你知不知道你笑起来 特别特别的傻 你要是没做好 被我折磨得准备 就赶紧滚蛋啊 别在这儿挨嘴 江天岚 谁让你接着呢 杜丹 我干活去了 谁让你干活的呀 江天岚 行了 别干活了 有话跟你说 你说你的话我干活活 我听得见 好 你是要接着上班是吗 我发现你这个人 想钱想风了吧 你知不知道已经被辞退了 赶紧走 我不走 你走不走 我不走 我不走 我们有口头劳动协议的 你要抄我鱿鱼 最少赔我钱 赔一个月 但是你要让我今儿在这儿干活 我也可以不用你赔钱的 什么人呢 我赔你钱 太有意思了 我赔钱呢 你还讲不讲理了 我赔钱呢 我告诉你 你看看我后脑勺 你摸摸我的后脑勺啊 种这么大一块 种这么大一块 人家炉内出血 你明白吗 我不找人把你抓起来 我就不错了 还赔你钱你 是你先耍我的 咱俩就算扯平了 行吗 扯平 凭什么扯平啊 这是我家 我说了算 你等你走 我不走 我又没错 不相信我治不了你 这这这大伙好久没磨了啊 你 你 真不走 好 口头劳动协议再加一小块 以后只能我自退你 你没有辞职的证明 你要是赖不走 我就当你答应了 是不是答应了呀 说 答应了 答应了 答应就答应了你 你是个什么道路啊你 行行行行 那 就这样吧 我告诉你 在哥们这儿干活 没那么容易 干活 那个我 饿了 赶紧做饭 你要是把我饿死了 你一分就拿不到 我要回家 我自己回家行吗 回家 你在爸爸家不是好好的吗 我才不要再在这儿 我要回家 那怎么行 你要自己回家 会被奶奶发现的 伯伯 你快 等妈妈一下班 妈妈就去见你好不好 妈 你别上班了 我得接我吧 妈妈不上班怎么挣钱呀 不挣钱 玻璃怎么去夏令营呀 对不对 宝贝 乖 再忍一忍 等妈妈一下班 马上就去见你 好不好 快 妈妈拜拜 再见 打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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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上班时间不知道打电话 你不知道 女 女门 电话 女肚子 八岁 八岁啊 那你觉得 把你女儿放在家里 你来上班 这样合适吗 好 夏令营是怎么回事 你不用做法的 赶紧走人吧 什么啊 耳朵塞滤毛了 我让你赶紧走人 还有 以后 你办案她和你女儿 不要来我这儿上班 这都出人疯了 站住 过来 什么意思啊 你不是跟我说 要预付工资吗 你不是说不能预付吗 拿了钱赶紧走人 一万块钱 就这么甩出来 有钱就是好 有钱 死要面子活受罪 不是 我现在 通话记录里 除了我妈就是你 咱俩没离婚的时候 你也没这么亲战 给我打电话呀 我没事才懒得找你呢 行行 那说事 不是就是那五千块钱的事吗 你别跟我提那五千块钱 夏哥你指望你 茉莉怎么了 茉莉怎么怎么 茉莉挺好的怎么了 她给我打电话 说她想回家 我走的时候还好好的 你怎么带孩子的 我怎么带了 我走的时候她也好好的呀 怎么了 你走的时候 刘俩峰你在哪儿呢 你没在家陪茉莉啊 我什么是陪茉 你管我在哪儿呢 我才懒得管你在哪儿呢 我告诉你 我去接她去 你不能去啊 我妈在家陪着她呢 你妈在家 阎王爷在你们家都得去 今天呢你 喂 喂 我电话响啊 你怎么这么不知道心疼东西啊 这么贵的手机你往水里放 放进去 放你钱买的 放进去 我水钱买的也不能这么糟的东西啊 太有钱了这是 我 Speaker Ya水钱买的 问我更需要让我再去 你行的 我陪我把这个也网络她 你行的 我敢说呢 我去就行的 你行的 你行的 我去行的 我说你行的 谁让你来啊 湘东 我一直在给你打电话 湘东 你别生气 我知道这个月我又晚了 我前几天一直在国外 你知道国外转账是很慢的 我又知道你喜欢用现金 所以我一回来就把钱都带来了 看什么看 干活去 我今天来呀 第一是来给你送钱的 第二呢我就在想 我们两个人能不能好好说口话呀 一身杀虫鸡吧 离我远点 湘东 你最近工作是不是特别地累啊 要注意身体 别一天到晚地玩这些东西啊 当心眼睛 天气也热了 要多吃点水果和蔬菜 对了 我在郊区有个菜场 你想吃什么 让他们送来好了 什么关系这人是 冬冬 刚刚那个女人 她是谁啊 跟你是什么关系啊 出去 我 我不问了不问了 你有完没完 你有什么资格管我 就因为每个月给我这些抽钱吗 不是不是 我没有这个意思 你要是不愿意给的话 你可以不给 我不稀罕 我愿意给的 我心甘情愿 你要多少我都愿意给的 钱你送到了 你走 冬冬 出去 冬冬 我今天来是小脸 你非让我动手推你出去是吗 好好好 我走 我走好了 你不要再生气了啊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我过两天再来看你啊 走 就是小白脸 二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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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怎么没考虑 妈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妈 你怎么在这儿啊 我又死了 莫莉 知道我的厉害了吧 刘莫莉 你认识这个人吗 你就跟他一块玩 他说 他是你的老板 可是他也没有像你说的那样 生活不能自理啊 有些事情 不能只看表面 莫莉 我们继续 好 好 头疼还没好 谁让你玩游戏的 都是我的呀 你要的什么 真难听 以后就叫 向东哥哥 你问你怎么占人便宜呢 还哥哥呢 那我叫你什么呀 这个便宜我还真不稀罕占 上床 吃饭了 莫莉 好好吃饭 等你出院了 来东老大家里玩好不好 真的好啊 好啊 必须一定 当然了 拿着 什么呀 钥匙 不是啊 不是不给陌生人钥匙吗 这是给莫莉的 莫莉随时可以来我家玩 我 我要是知道莫莉想来 你却不让来的话 山东很生气 后果很严重 你 别说你不会 你绝对干得出来 不是我 你怎么那么多话呀 你有病啊 我说话了吗 你心里有抱怨 我看得出来 赶紧干活 那边有脏衣服 洗了去啊 什么医生 今天有什么好心的 万人说医疗资源紧张的 全都在这些 公务团的医生里闹他 你们家就是一把钥匙啊 给我钥匙让我给你开门 找韩晏东啊 再给您续杯水吧 不用了 谢谢 搁这儿吧 帮你坐吧 坐吧 你坐到沙发上去吧 都一样 你在这儿做保姆多久了 一个多月 这么久了 在你之前 他已经有过不下二十个保姆了 可是没有一个人 能坚持到一个星期的 我比别人缺钱呗 要不这样呢主 谁伺候得了啊 不好意思啊 没别的意思 没事的 我明白 向东这个人吧 本性还是不错的 有的时候是有点难相处 还是希望你以后 多多照顾他 多担待点啊 您别那么客气 对 快 学校小姐哥 大一 快学校小姐哥 大一 老这样啊 向东 你怎么来了 我 我 闭嘴 不去 我大老远 不去 你干吗呀 你等半天了 滚 你有病啊 韩向东 你不能好好说话呀 江天了你要搞清楚 这是我家 什么时候轮到你说话了 我还就管了 人家供你吃供你喝 供你住这么大的房子 还花那么多钱 给你买对破玩具 就算你们没有真感情 你能不能有点职业道德 你看你现在这样 就就就有个臭流氓啊你 你说谁呢 谁呢你 我就说你 伯伯 你别说话 我帮你教育他 江天了你给我听清楚吧 我吃着用着穿着住着 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专专的 你别不要脸了你 你不就是个医生吗 医生怎么了 就算你是个专家 我就是专家 就算你是个教授 你买得起这么大的房子 开得起这么好的车吗 要不是人家养着你 你能一个月花一万块钱 亲我这样的帮忙来伺候你吗 你管得着吗 这人大呼小叫 我愿意 我看不惯 他都没说话 你说什么话 我妈老师给他面子 你小冬个先生 我不要你这面子 你管得着吗你 别拉手指望 我指你怎么了 别吵了别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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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冬 你别吵了 妈妈这就走啊 这就走 别走什么呀 要走开走 她是你妈呀 她不配 你配吗 我不配 冬冬 过几天就是你的生日了 我知道你不想见我 所以今天来 我 我特意把这个礼物 提前给你带来了 冬冬 如果可以的话 每天能陪妈吃个饭吗 别拿来 滚 滚 滚 我都要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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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莉啊 就在学校猫口等着 东老大开车去接你 乖 拜拜 你捣什么乱呀 既然你不让莫莉回家 我把她接过来有什么不好 我可是当着你面打的电话啊 不算拐弹 停 一下把我带莫莉回家 不在你那儿吃晚饭 那我就带莫莉吃完饭再回来 弄死瓦头了吧 这一个 那个 莫莉等着 秋秋 说你呢 从今天开始 你 还有你 还有你们 都归我的莫莉老大馆 你们要乖乖地听话 听后莫莉老大的指示 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好 好 超级 一 终得 1 2 2 3 2 快点 走 来 师父呀 莫婧 莫丁 你慢点 莫丁 来了来了 妈妈 你看 多老大跟我们的新衣服 好看吗 还要太低血了 你买起来的那只还要大呢 这是干什么呀 就是我买的 你放心 我不扣你钱 我不是跟你说钱的事 你买这些干什么 我不愿意呀 莫丁 把衣服给我换下来 换不了了 我扔了 衣服呢 我扔了 莫丁 去洗个手 车放那儿 自己去 你凭什么把衣服扔了 救的不去新的不来嘛 有新的为什么还要救的 那是莫丁的校服啊 那是莫丁的 行了 看你把你挤的 不就是校服嘛 在这儿呢 裙子呢 韩相东 我跟你的合约里有这条吗 你可以随便干涉我的私事 可以随便给我女儿 买这些东西呢吗 你那点破事 你就是给我钱 我都不会管你的 我自己的钱 我愿意给谁买就给谁买 你管不着 我女儿吃什么穿什么 我就一定得管 别的我管不了啊 莫丁身上那件就算我买了 多少钱 一千二 下有月工资扣 给女儿买东西真舍得呀 一千二说买就买了呀 韩相东 我警告你 你离我女儿远点 她想要什么 我这个当妈的给她买 你给她买 就你那钱包里 别说一千二了 连两百块钱都没有吧 你自己没钱给女儿买衣服 我给莫丁买怎么了 你收下不就完了吗 让莫丁高兴高兴怎么了 我是没钱 我没钱给她买一千二的衣服 但就算我给她买二十块钱的衣服 她穿着高兴我也高兴 又不着你在这施舍 什么叫施舍 我对莫丁好像是我愿意 我不愿意 你自己当妈的没本事 就不允许别人对她好了 我就不允许了怎么了 你自己愿意吃咸菜 就非得拉着莫丁跟你一起吃苦吗 这是我女儿 她也是吃苦就管不着 别把莫丁放在嘴边上 我倒想问问你 到底是莫丁重要 还是你自尊心终脑 都重要 妈妈 你们别吵了 我不要了 我什么都不要了 我高兴了 你买你了 妈 有没有跟你说过 不许要陌生人的东西 妈妈是说过 那你还让他给你买东西啊 可是东老大不是陌生人呀 那也不许要 你看你现在什么样子 人家给你东西你就要啊 那还要劳动干什么 要工作干什么 妈妈这么辛苦干活为什么 妈 你别生气了 我知道错了 其实今天我也不想要的 我都跟东老大说了我不要 我说后来 就是后来 后来什么 后来我跟东老大有个约定 什么约定 东老大说他没有朋友 也没有亲人 莫丽生病了 有妈妈可以照顾 可是他生病了 都没有人陪伴 所以我没约定 现在他对我好 等我长大挣钱了 也对他好 妈妈 你不要生气了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了 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 训练艺术 还有 还有太迪熊 他那么大 家里都没地方放了 就不算大家 你说江泰澜这个女人 是不是脑子有毛病啊 再等我 你上等我 你上等我 去吧 你上等我 我去就走了 你上等我 真是搞不懂这个女人 自己没钱给茉莉买衣服 我给茉莉买怎么了 她收下不就完了吗 真是死要面子祸受罪 今天买了这么多东西 茉莉一样都没拿走 现在茉莉肯定很不开心 大熊 你说我该怎么办 给 怎么扔地上呢 你先别跟我说话 先让我歇会 歇什么歇 怎么能扔地上呢 能扔哪儿啊 你二啊 厨房 没事 我一会儿太累了 你让我吹不去 这么点 东西 你 累成 这 至于吗 你自己试试 我保证练成你手脚抽筋 静脉曲章 口污白沫 轻笑流血翻白眼 你才翻白眼呢 东西碗齐了吗 东西碗齐了吗 算日吧 明天客人几点到 我得提前做准备 什么客人 没客人 你哪这儿都听见 我说要在家里请客了 这么多菜你一个人吃啊 没关系 反正你有钱 你可以边吃边拉 上午九点时间把菜做好 然后出发 不许提前做 隔夜菜有害健康 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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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两天准备好了 剩下的我明天早上弄就行了 记住 明天早上九点全部弄好 我记住了 好 都十一点了 我回家了啊 你要回家 你要是现在回去的话 没几个小时你就得回来了 那怎么办 那我睡哪儿啊 你可以住我家呀 什么 在我家睡还委屈你吗 如果你现在回家 明天迟到耽误时间怎么办 就算你明天不迟到 精神状态不好 做这些东西不好吃怎么办 再说了 茉莉现在在夏令营 你又不回去照顾她 你回去干什么呢 古语说得好 安居才能乐业 你连休息都休息不好 怎么能做好东西吃呢 这哪儿来那么一堆的废话啊 我 我睡你们家 我睡哪儿啊 你想睡哪儿就睡哪儿 你想睡沙发就睡沙发 你想睡客房就睡客房 但是今天你必须在这儿睡 不过 辈子就一条 他吃的我冷冰 ling喜不清 米粉 你睡觉 还是稍微误误 你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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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睡觉 你干吗呀 你泡我抽空点了呀 还是泡我给你下毒呀 当然不是吧 我就觉得吧 有人一大清早 要做这么这么多的菜 反正我可以睡个饱 我就觉得浑身 一杯牛奶 两片面包要脱脂的 三个荷包蛋 要留浓的 送给客厅来 明天我就买两包狗粮 给你当早餐 又说赶时间 等着也就等着 不能帮个忙 你既然拿着我的钱 我为什么要帮你的忙 小心点 要是摔散了 我可没有时间让你重做 一箱红酒至于那么沉吗 你不让我手摔啊 大姐 愣着干吗呢 上车 我干吗去啊 你管那么多干什么呀 我又不会把你给卖了 你之前也没说让我去的 那我现在说说行不行 你不说去哪儿我不去 现在是工作时间 你要是不去 扣钱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同样的问题你一遍又一遍地问 你烦不烦啊 那你告诉我呀 我们到底去哪儿啊 刚才回家换衣子的时候你就问 你现在还问你不累我还累呢 快了到了你就知道了 大学生 干吗呀 问那么多干吗 下车 向东 你来了 博院长 刚才楚老师还念叨你来着 你跑哪儿去了 我拐了个弯办了点事 向东来了 向东来了 过来呀 向东来了 快过来 大家我来了 快点快点 快点 向东啊 快来呀 来来 来 这姑娘是谁呀 我家厨子 还愣着干吗 把东西搬下来 怎么能让女人干体力活呢 我们这么多人呢 来来 搬东西 好 来了来了 都来搬东西啊 来来来 过来过来 看看向东为我们 带什么好东西了 我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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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我来 姑娘你歇着你歇着啊 你歇着啊 向东 翻哪 还愣着干什么呀 好嘞 来来来来 大家帮忙啊 来来来 来来 你拿这个 让我来吧 来 你拿这个 给 这个给你 来 还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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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满上 来 您尝尝这个 特别好 谢谢你啊 小姑娘 大家一定要多吃啊 都是低糖低盐 少油健康食品 好 好 太好了 健康食品啊 大家一定要多吃啊 健康食品啊 大家一定要多吃啊 过来 什么事 您怎么不提前告诉我 这些菜是给老人做的 告诉你能怎么样 那我可以做得清淡一点啊 我可以用植物油 还可以煮点山楂 让他们开开胃 你现在知道也不晚 如果你能坚持到下次再来的话 记得给我们做吧 来啦 血糖这么高 还敢喝这么甜的饮料 不怕向东说你 胡老师 我给郭院长检查过了 指标一切正常 那也得少喝 您刚才上哪儿去了 去兜了个风 现在海边的环境啊 真是越来越差了 想给你挖几个牡蜜啊 一个都没挖上 您就是给我挖着了 我也做不了啊 那你赶紧找个女朋友 帮你煮啊 我跟你说了多少回来 再不带女朋友来见我了吧 你也别来了 您可舍不得 快尝尝我带来的菜吧 这么素啊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我就想吃一口可乐鸡翅 您刚才还说郭院长呢 你血糖几个家号不知道啊 不行 楚老师啊 您别看这些菜这么素 味道非常之好 都是向东家新来的厨子做的 手艺真不错 厨子 就是她 好 好 您要哪个 好 您要哪个 厨子 厨子 哪有这么漂亮的厨子 向东近乎书 您好 我叫姜天兰 是韩向东家的保姆 保姆 哪有这么漂亮的保姆啊 气质还这么好 楚老师 你千万别被她骗了 她平常不是这样的 气质好什么呀 你怎么说话呢 我是向东的小学班主任 大家都叫我楚老师 这小子啊 从小脾气就大 她老给你气瘦吧 没有 我不跟她一边解释 江谭来你 楚老师 刚才听您说你想吃可乐鸡翅 是啊 那我给您做吧 不行 楚老师有糖尿病的 不能吃那个的 我自有办法 您等等 我车 还行吧 她除了会做饭 什么都不会 我们得了 请不吝点赞 都不会转乱 我们在这里 第二次 等会 也不成为 看 你 不是 你 对 洗手 你 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向东的父母都是下岗职工 但是和其他的下岗工人不一样 他们看准了机会 下海经了伤 没过几年 他们的生意越做越好 向东啊 在三年级的时候 他家里的条件 不要说是在班里 那就是在学校 也是数一数二的 家里面虽然有了钱 可父母对孩子的教育 却越来越少 向东以为啊 只要有钱就能解决一切 在学校那更是肆无忌惮 用现在的话来说 那他真是典型的富二代 那要这样的话 那比起来他现在好多了 我们几个老师啊 当时觉得 这么小的孩子就这个样子 长大了怎么了得 可我们是老师 不能因为孩子不好就不管 那是失职 所以啊 我就逼着自己 在他身上多花时间 多花心思 可这个孩子 还真是油言不济 你对他好 他不理情 你对他不好 他也不在乎 说实话 我那个时候 也算是教了十几年书的老教师呢 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学生 当时啊 我真是不想管他了 可你也没有放弃他不是吗 其实 我妈也是教师 我看他教授几十年批评过学生 但是从来没有因为这个而放弃谁 我认识韩向东时间不算长 不过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他像今天这样 他在你面前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这倒是让我看到了他的另一面 我记得他刚上四年级的时候 那天我下班正准备回家 听到教室里有声音 我过去一看 向东啊 被几个高年级的学生围住 他手里死死地拽着一个玩具 那几个孩子拼了命地要抢 向东的衣服也被撕破了 还流了很多鼻血 我急忙过去制止了他们 之后我想把向东送回家 可他怎么也不肯 无奈之下 我只好把他带回了我家 给他清洗了伤口 又洗了个澡换了衣服 然后留他在我家里吃了饭 我也没做什么 就随便做了个打卤面 可谁知道 这孩子吃着吃着 就掉起了眼泪 不过 我再怎么样劝他 他再也不肯到我家来了 那是为什么呀 当时我也不知道 不过他虽然不肯来我家 但是从那天起 他突然变了一个人 不再欺负同学 也不再随便旷课 甚至听课的时候啊 比谁都认真 向东本来就是个聪明的孩子 这下反倒一跃成了全班 甚至全校第一名 我真是为他高兴啊 那这么说来 他的医学执政 不是买来的 当然了 向东当年可是 以第一名的成绩 考进医大的 你来看 你看 这个就是 那个当年高年纪的同学 要从他手上抢走的玩具 当时啊 这个玩具的头都摔掉了 我看见他被打的时候 他死也不放这个玩具 我就知道 肯定这个玩具 对他是很重要的 于是啊 我就重新把它粘好 过呢 穿好的玩具 还是有痕迹的 我索性 找了一个小的红领巾 给他配上 没想到啊 这向东喜欢得不得了 连上大学都带在身边 姑娘 你什么时候和向东 再来看我们呢 他经常来看你们吗 是啊 他每个月差不多都来一次啊 我们这个阳光之家敬老院 可是向东出钱开的哟 除了那些白痴白喝的老家伙不算 像我这个院长啊 厨子啊 保洁员啊 司机啊 都是从向东那儿领薪水的 为了让我们这些老家伙啊 每个月都能出来透透气 他还专门给我们买了大巴车呢 没想到这个男人的心里 还有这么多人善良和重担 真是谢谢你啊 小姑娘 不客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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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下次有机会再给你们做 好好好 再见 再见啊 天蓝 我也走了 谢谢你 不客气 您保重身体 天蓝 记住我的话 向东是个好孩子 只要你对他好 他会加倍对你好的 您放心吧 我每个月领着他的工资呢 我会照顾好他呢 那我就放心了 下次啊 让向东带你到养老院来看看我们 好啊 只要他还没把我炒鱿鱼 我一定来 那我等着你 郭院长 你的学生得注意了啊 不能瞎吃啊 好的 那我走了 向东 我走了 初老师 保重身体 你自己要当心啊 你要缺什么 一定给我打电话 好 千万别给我省钱 就像今天这样 好了好了 我走了 好 车在那边 你跟初老师聊什么了 没什么 你经常去看那些老人啊 对 杨光瑶老院是专门接受失毒老人的 失毒 就是因为某些原因 失去了儿女 没有了依靠 对他们来说 物质上的依靠还是其次 最主要的是 精神上没有了寄托 你别看郭院长平时笑嘻嘻的 我曾经看见 他一个人抱着女儿的遗像掉眼泪 还不让别人知道 那他女儿是怎么去世的 白血病 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二十二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郭院长的老伴也因为伤心过度 不久就去世了 那楚老师呢 他的儿子和儿媳妇都是居民 汶川地震的时候 他们去前线救援 遭遇了余战 房子塌了 所以你就出钱 给他们开这家养老院 只有在这个时候 我才会觉得 钱还算是个好东西 同时 为什么找不到 我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这里是 你别打断我 你要是打断我 你就自己找 我在最后告诉你一遍 你沿着海灿公路一直开 看见一辆车 跟一男一女 你就找着了 你不能这么跟他们说 你看那儿 还有那儿 那儿 那不都是一男一女吗 对不起啊 对不起有用吗 你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 又是颠勺又是呛锅的 够有范儿的呀 我怎么知道 你这好几百万的车 做个饭还能打不着火啊 谁会用几百万的车 来做饭呢 那你也没阻止我呀 你跑得比谁都快 我拦得住吗 行了行了行了 你别生气了 这不救援马上就到了吗 你信他们啊 他们半个小时之前 也是这么说的 看什么看 你还有理啊 你看看 太阳都已经下山了 这荒郊野岭前不着村 后不着地儿的 你想冻死我呢 还是想饿死我 说呀 你不是挺能说的吗 怎么不说了呀 说话怎么办 你别走啊 你说啊 送我一下 你точ blessing 感觉 以前Ja 你让我避免 我 whether朝 meg 去 二次 妈 走萌营 你在这儿 家庭主妇 经验多 没想到啊 有时候你人还挺好 还会为楚老师和那些老人 做那么多事 楚老师对我做得更多 楚老师跟我说了 从小你就挺倔的 胆还挺大 敢跟高年级的同学打架 人都打得你流鼻血了 快抱着那玩具不放 那玩具有那么重要吗 我就是不喜欢别人抢我东西 那个玩具 是我给自己买的生物底部 那年过生日我妈回来了 自打她跟我爸离婚以后 我都记不清有多久没见她 我以为她是给我过生日的 可后来才知道 她就是回来拿东西 一句生日快乐都不跟我说 只给我留下了一打钱 我就拿着那一打钱 去了城里最大的商场 只是最贵的玩具说 这个我买了 那个售后员 以为我偷了钱去买的玩具 还报了警 警察给我爸打了电话 我爸说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 别耽误我做生意 于是我抱着玩具 大摇大摆地走出来商场 所以那天 你就用那种态度对你吗 我没妈 也没爸 只有初老师 打架那天 初老师把我带回他家 给我煮了碗面 那是我这辈子吃过的 最好吃的一碗面 那为什么后来 你又不去初老师家了呢 我不敢去 我太羡慕初老师的儿子了 有爸爸 有妈妈 一家人能坐在一起吃饭 我爸待得太久了 就舍不得离开了 而我那儿爸妈呢 爸我扔给一个保姆 他们以为给我钱 给我很多钱 我就能像其他小孩一样 健康快乐地成长 他们从来就没有在乎我 天底下没有哪个爸妈 是不疼自己的孩子的 他们当时肯定是有他们的苦衷 江天兰我最讨厌你这一点 自以为是 好为人师 但是有一点是好的 你很爱莫莉 你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你妈也没放弃你啊 你用那种态度羞辱她 她还一人在三人三地来看你 现在他们需要我了 当时我需要他们的时候 他们在哪儿 是你们打电话叫救援 是这儿 这地儿太偏了 电话里路都没说清楚 绕死我们了 找都找不到 夏令营刚回来就着急找我 是不是想我想得不行了呢 有想得没到不行 我就请你吃点饭了 莫莉求我办事啊 那我得看这事哪里来 点儿都不难 对于你来说特别容易 这个难不难 由冬老大说了算 但是我可以听一听 什么事让莫莉都要请客吃饭了 冬老大 你能不能给我的 两个小时的爸爸 爸爸 你不愿意就算了吗 不是我不愿意 那 那这事你 你妈知道吗 不能告诉她 我就跟你说了吧 今天下午我老师要见家长 不想让我妈去 你让我冒出你爸去开家长会啊 嘘 嘘 但是莫莉 这事很绿川帮的 你老是见过你爸啊 我爸爸 终于不过给家长会的 好 冬老大你帮帮忙嘛 帮帮忙好不好 帮帮忙 我以为多大点事呢 这点小事包在冬老大身上 谢谢冬老大 那这顿饭冬老大行好吧 为什么 因为你让我当你的爸爸 妈也爸爸让女儿请客的道理啊 我记得你说得对 来 吃 谢谢 好 说 莫莉爸爸 这次作文比赛 全校的一等奖只有一个 我们准备拿这篇作文去市里参赛 如果继续获奖的话 到时候啊 希望您和莫莉的妈妈 继续陪莫莉去参加老奉会 这个你放心 我们家莫莉绝对没有问题 当然了 参加比赛主要是为了交流鉴定 千万不要因为这个给孩子太大压力 这个我明白 我的教育功能就是 几岁的时候就该做几岁的事情 莫莉喜欢的我大得支持 莫莉要是不喜欢的 绝对不勉强 您的教育理念倒是挺前进的 可是跟作文上写的有点不一样 不一样吗 作文拿来看看 莫莉想吃茶 跟小霸说 小霸给你买啊 莫莉 怎么了 莫莫莉 莫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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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破真给小霸张脸啊 走 庐霸给你庆出去 展鹏 你要不要去看一看 展鹏 你要不要去看看 等我一下 不用了 我带小语回去了 你回去看看爸的 一定懂 莫莉 你 别 爸爸送一会儿 你下车 你 莫莉 家爸爸熟了 快 爸爸 你配吗 我跟我女儿说话 管你屁事 她是你女儿 现在全校都知道 我是莫莉的爸爸 你算哪根葱啊 呸 你有什么资格 让莫莉管你叫爸 就凭我给莫莉开家长会 而你一次没有开过 我 你给我下车 你给我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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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们儿 今天我替你 给你女儿开家长会 就凭这一点 你觉得你有资格 给他当爸爸了吗 我 她 是 是 你是 喂 程天文 你到底想怎么样 我又干什么呀 你说你怎么了 你如果想改嫁随你见 你爱嫁给谁嫁给谁 但我告诉你 茉莉这辈子只能姓刘 你又在这儿抽什么疯呢 我改什么嫁呀 你如果敢做初一 我就敢做失误 你要是让茉莉管 第二个人叫爹 我就是称家乱财 也把茉莉的服软权 要回来 你又带来跟我犯财 喂 喂 茉莉 茉莉 小爸跟你说 假装回开完了 不用假装爸爸了 谁假装呀 我觉得这事还挺上瘾的 我决定了 从今天起 我就是你小爸 以后要是谁欺负你了 你就跟我说 我绝对收上 包括你妈在那儿 在哪儿 超市啊 茉莉我已经顺道接回来了 怎么 我不能接啊 少废话 赶紧买完东西回来啊 想饿死我脸 就这样 家长会的事比高是我妈 停车场的事 也不能告诉你妈 但是你这副表情 就算咱俩不说 你妈也能看得出来啊 笑一下 笑得大一点 走走走走 Lamb sé要不哭 走走走 Khal Sofia 娘 舔了 反正没看电话 走走走走 歇气ningar 慢走 走走走 我右啊 我坐 小爸你好 resident 走走走走 知道知道 别动别动 表演 徐立 你谁做艳梅要求玩游戏 妈妈我现在没空了 待会儿再想 来这样你干嘛呢 赶紧做饭去 想饿死我们呀 坐 坐 坐 快坐 不是 你让你猜 你让他别挡着 别挡着 坐 坐 坐 小爸 小爸往左往左往左往右 小爸 你好笨 刘茉莉 你刚叫他什么 小爸 你走了 走了 走 走 你真做到了 姐姐棒吧 棒 姐姐高吗 高 那你说好算数不算数 不算数 好 走 去哪儿 你不去我吃饭吗 走 等等 先说好了啊 地方我来选 然后一会儿呢 我先回去洗个澡 把换身衣服准备一下 我们餐厅门口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天娜 我真的没你高兴 嗯 天娜 哥 我得 Death 你一定吃饭的 下午吃饭的 那你不吃饭的 我好人呀 你快吃饭了 他手与你都看我 不想吃饭了 这第一杯祝贺你 营养师考试顺利通过 祝贺 干 干 这第二杯酒呢 还是得敬你 祝你虔诚似解 一路弹图 干杯 那这第三杯 我敬你吧 我就算是结花献佛 谢谢你 谢谢你帮我报名 也谢谢你与茉莉做了那么多 干杯 姜天亮 我真没看出来啊 你酒量可以啊 以后我郁闷的时候 你得陪我喝两杯啊 我才不陪你喝 你喝完了你可以倒头睡觉 我还得回家带孩子呢 小气 咱们喝了 既然今天咱们喝得这么高兴 聊会儿天呗 聊呗 不 其实我特别好奇 你小时候到底 经历了些什么事啊 会让你对你自己亲生爸妈 那么狠 来 反正今天就我们俩 跟我说说呗 说吧 我小的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特别穷 每次我过生日 我妈都会亲手做一顿饭 给我清楚 后来 他们就忙着挣钱 找了摩世的拼命挣钱 他俩很难见上一面 一见面就吵架 他们一吵架 我就害怕地躲在屋子里 我记得 他们最后一次给我过生日的时候 我爸我妈带我去了一个 特别好的饭店 特别豪华 但是我一点都不开心 从头到尾 他们没有跟对方说一句话 只是给我夹菜 从那儿以后 他们再没有一次 一起出现在我的面前过 那年 我跟茉莉差不多大吧 学校老师给我们布置了一个作业 让我们回家跟爸爸妈妈说 爸爸妈妈 你们辛苦了 我爱你们 我不好意思当面跟他们说 我就做了一个小贺卡 把话都写在上面 一放学我就往家跑 我满脑子都想着 他们看到这个贺卡的时候 有那么开心 我一跑到家门口 门还没敲呢 我爸散着领带就跑了出来 随后我妈的高跟鞋也飞了出来 我妈歇斯底里的汗 滚 你们都给我滚 当时她那样子可怕极了 散着头发 两只眼睛充满了血丝 就像野兽一样 我彻底被吓傻了 我彻底被吓傻了 那天我记得特别清楚 吓得好大的雨 我不知道我该去哪儿 最后 我拿着书包 手里钻着那个小贺卡 坐在公园台阶上整整一夜 整整呆了一夜 从那以后 我开始旷课打架 什么坏事我都做 他们偶尔出现 不是要去喝酒应酬 这是喝得烂醉有人 我爸一见我就说 小子 在学校没惹祸吧 小心打断你的腿 我妈就更逗了 她只说一句话 你跟你爸一个德行 早知道就不该把你生出来 我当时我就觉得 我在世界上 就是一个多余的人 没有人在乎 我很觉得 不管你是考试考了第一 还是打架被送进医院 通通没人管 在那以后 他俩分居 离婚 在法庭上 法官问他俩 这孩子你们谁管呀 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呢 法官只能问我 孩子 你想跟谁呀 我二话没说我就走了 我觉得 我在他们眼里就是透明的 完完全全是一个透明的人 但是 我就不明白 既然如此 为什么不在我出生的时候 就把我掐死 我常常在想 我在这个世界上 到底为什么活着 我恨他们 我非常恨他们 我非常恨他们 但他们是我的父母 这一点永远无法改变 我也想他们 我想见他们 但是我一见我妈 我就疯了死地骂她 滚 滚出去 没骂一句 我心里都疼 疼得跟刀哥也 没人知道我心里是在乎她 我越在乎我就越失望 我越失望 我就越害怕去原谅他们 我害怕他们会继续冲突 我更害怕他们和好 我害怕原谅他们以后 会再一次让我失望 其实在我心里 我想象过无数次我原谅他们的样子 梦见过无数次 他们抱着我痛哭的样子 那种感觉幸福极了 那种感觉幸福极了 但是我醒来以后 我却不相信会发生这些 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原谅他们 我也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跟他们说这些 因为我心里有道坎 这道坎又宽又深 宽得让我们发育过去 我还是要想想想想想做什么 那种健康的痕迹 你早知的时候 我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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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想想与你 我们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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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olucce 吃一顿我妈亲手煮的饭 但是我不知道 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有 你 对不起 对不起 儿子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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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说的也说了 今天是我不对 没提前告诉你 你要是生气你可以骂我 实在不行 你磕我工资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 谢谢 谢 都不用谢 其实你最应该谢的人是你自己 只有你自己能够跨过那道坎 别人帮不了你是吗 我今天看到你这样 其实也挺没你高兴的 如果没有你 我根本就做不到 只要你开心 让我做什么都行 今天我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我对你的事特别伤心 为什么我见不得你被别人欺负 为什么你一天不来我就觉得缺点什么 为什么我只爱吃你煮的饭 答案很简单 我爱上了你 很像东 说我说吧 虽然我们有台梦恋爱 但不代表我不懂感情 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你 爱一个人的感觉 但是我非常确定 就是我现在的感觉 江天蓝 我爱你 还认读你疯了吧 我没疯 我是认真的 如果你愿意 我马上娶你 你 今天 可能你 情绪太紧张了 没事 早点休息吧 我先 回去 好 给你一百小时间 好好考虑一下 好 欢迎暴力博弈女装 那边是当机新款机 随意挑选 来 来这边 我想送一件衣服给阿姨 在我和展鹏的婚礼上穿 你跟她生活的时间长 比我了解她 帮我签摸签吧 她可时髦了 大红大紫大花的都喜欢 这件颜色不错啊 就这件吧 其实我今天教你来 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我要请你做我的伴娘 新郎的前妻做你的伴娘 这太有创意了 这点自你想的 你不怕把刘展鹏 当场吓晕过去 那我如果把韩向东 请来做伴郎 你是不是觉得更离谱了 我跟展鹏商量好了 你一天不接受韩向东 我们就一天不结婚 等着你 我跟她们一起去 我跟她们一起去 去吧 说吧 找我什么事 这回姜天岚是真要搬走的 去哪儿啊 她真的打算不见我了 说你们俩 看着我都着急 你急 我才急呢 我现在恨不得把所有钱 全部送人 然后蹲街边上要饭 看到时候姜天兰 还说不说我们俩有距离 去啊 说到做到 现在就去 你不是说的废话吗 我要是要饭了 谁养过他俩呀 我是爷们儿 姜天兰就是再要强 照顾他和茉莉是我的责任 行 你能说出这话来 也算我没看错你 姜天兰跟你我就放心了 你担心得着吗 你俩已经离婚了 离了婚他也是我孩子他妈 这点永远变不了 而且 他也是除了我妈之外 这个世界上最了解我的人 亲人 懂吗 亲人 所以你一定要对他好一点 否则的话 套用你说的 你要对他不好 我绝对饶不了你 我谢谢你啊 如果姜天兰跟我在一起 你们家有一个算一个 挨个把我打一顿 否则高兴 动不动就动手 一点不高级 我告诉你啊 这泡妞你可能是我老师 但讨老了 你一定是我学生 那老师给学生讲讲呗 我这个老师吧 习惯边吃边讲 旁边有家日料 咱们便吃边扎 靠 你当初为什么要来找我 却我和展峰在一起啊 因为我不希望你们错失缘分 我希望你们幸福 那你现在和海向东不是也一样吗 为什么要压抑自己啊 我没有压抑自己 我是觉得我一个人带着茉莉 其实真的挺好的 而且现在工作也有了起色 不想因为别的事情分心 你呀这是逃避 大家都是女人我知道 想要让你再接受一份新的感情有多难 但是总有一天你要过了这个坎儿 就像当初我前夫刚去世的时候 我就在想 我这一辈子 守着和他的回忆过就够了 是展鹏让我明白了 人在任何时候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 你也一样 也许不选择韩向东 你一个人带着茉莉 仍然可以很好的生活下去 但是错过了一个真心爱你的人 你会后悔的 所以为了属于你的幸福 尝试着改变自己 给韩向东也给你自己一个机会 是 跳马 跳马 爸都泡在这儿挡着的 你没看见哪 那就 出去 对吧 我说江天勤啊 你怎么回事啊 小时候我教你下棋你不下 现在怎么了 因为我老公喜欢呗 所以我就学一学 看着也不难嘛 是因为爸喜欢我才勤学苦练哪 爸 你可得勤练练你的棋了啊 到时候我们家正业 该让你巨马炮了 吹牛吧 你们两个今天要能赢了我 待会儿吃饭的时候我自罚三杯 不许耍赖啊 姐 姐 你快来看看呀 咱们买个耍赖了呢 爸 天来来了 妈 我们月亮夫妻啊 不许欺负爸 妈 妈 我来帮你们 叔 有肠 把那围裙围上 咋了吧 那么漂亮的衣服别那么脏了 什么菜呢这都 就这些 看着天晴和正业现在这样 我就放心了 以后他妈的事啊 我可不管了 操不起这些 您可别这么说 我和天晴哪个年少操心了 这就是当妈的命 天蓝 要不 你搬回来吧 你说你现在这么忙 总把茉莉一个人扔在家里 那也不合适啊 我不是怕你照顾不好茉莉 你看你我和你爸在家 把茉莉放在这边 你不是也省省心吗 再说了 这一家人住在一起 总比在外边鼓鼓咧咧咧的强吧 您说得也对 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挺对不起茉莉的 因为我的自尊心咱们说那么多苦 这样吧 等这个月底房子到期了 我就带茉莉搬回来住 不过到时候 就这样麻烦您和爸了 不麻烦不麻烦 高兴都来不及呢 先别跟爸说啊 好 放屁 你这东西行吗 阿姨您就帮个忙 签一下吧 你看人那么诚恳 再说你就当帮姜天岚一个忙 我都签了 你快签了 走 行了 给你吧 谢谢阿姨 谢谢展望 加油 那我先走了 要说姜天岚吧 那还真是命挺好的 这么个傻小子 真对她死心塌地呢 还是个高富帅 她兰子你就别在这儿吃干醋了 你儿子我也不差 你小子 这主意是不是你出的 天岚呢 天岚带着莫莉去引楼了 这婚离的 少了个亲家 多了个亲戚 我开门去啊 你先去看 谁呀 站那儿不动了 爸 妈 你们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叔叔 阿姨 我请求你们帮帮我 来 这是什么呀 你不会就想靠这个 来追我姐吧 你可以笑我幼稚 但是我相信天岚一定会明白我的 叔叔阿姨 请你们相信我 我还想通说道做道 来 妈 爸 你们就别犹豫了 我姐的幸福啊 可都在你们俩手里了啊 我看有这么个姐夫挺好的 大叔就辈儿有面 你懂什么 韩相东我问你 假如这次姜天岚还是不答应 你打算怎么办 那我就再想找 反正我这辈子 非她不去 去吧 去吧 小宝贝今天真漂亮 你也很帅 小屋里等爸爸 爸爸再见 拜拜 对 挺帅的 谢谢你啊 要不是因为你我 可能也走不到今天 但我一直挺内疚的 咱俩结婚的时候 你怀着茉莉 连婚纱都没穿上 对不起 知道对不起我就好 好好对她 婚姻是要你们两个人 一起呵护的 别擅长你们的爱情 白给生死了 其实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的感觉挺好的 我也不再怨恨你 我们也不会再吵架了吧 以后 你不光是我女儿的爸爸 也是我的 亲人 你要幸福 你也是 进去吧 是 人儿子 也挺好 你来 他撤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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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